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直到后来去医院做检查时 医生发现他身体有问题 立马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 结果发现他脑部有积水以及流血的状况 于是让他住院开刀 在头部前额开刀到后脑勺 伤口非常大 幸好手术很成功 休养了10天左右 他便能出院 由于大家不想为他烦恼 所以他没有告诉亲朋好友 仅有儿子刘子谦陪伴在旁 最后他强调自己现在已经没有问题 大家不必为他担心 事实上随着年龄增长 珍珍近年身体已经大不如前 病痛缠身 前几年才做过胃肿瘤切除手术 2019年他因为身体不是二度入院 当时他不仅要靠轮椅出行 体重还暴跌了 有媒体猜测他可能中风了 但他后来澄清了 潜伏谢贤 知道他入院后 担心不已 不管他和助理再三挽谢 仍要亲自到医院探望 并松伤了一束 鲜花问候 两人亲密的互动也引发了外界的热议 一度传出他们要复合 作为台湾著名玉女 第一代穷女郎 珍珍曾经风光无限 万人追捧 如今做如此重要的手术 身旁却只有儿子张力恒陪在左右 所爱之人皆无影踪 实在令人唏嘘 珍珍原名叫做珍家珍 母亲曾是一名演员 父亲常年在国外读书 家境不错 因此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从校变多才多艺 只是张家珍是一个十分向往自由的人 他从来没有想去当过什么明星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名公共汽车长 那时候他觉得公共汽车长特别神气 想停就停 想走就走 这是他向往的人生 可是他给同学的一张照片却改变了他的人生奏向 中学毕业后 张家珍为了纪念同学友谊和同学交换了照片 当时刚拍过红透半边天的梁山博与周云台的李汉祥 开了电影公司 要公开选拔演员 在张家珍不知道的情况下 同学给电影公司寄取了张家珍的名字和照片 比时参加的选手有3700多人 竞争十分强大 但最后唯一被录取的就是毫不知情的张家珍 由此可见 16岁的张家珍身上那股可以走红的玉女气质已经出城 一项听家人话的张家珍把选择权交到了父母手上 因为当时女孩拍戏非常辛苦的 由于张家珍的母亲是演员 熟悉这一行 而父亲也在国外读书 接受新潮思想 所以两人决定同意张家珍走上了从影之路 李汉祥给他取了一名 真真 刚开始张家珍都不会读真这个字 后来读着读着也就习惯了 1966年 他参演了李汉祥导演的《嫉妒西洋红》 这时他拍摄的第一部穷瑶剧 虽然不是女主 但这是他影评出亮相 开了个好头 同年他参演了李汉祥等人导演的《天之娇女》 其中作为女主角 饰演闫蓝珍 这让他名气大涨 随后他拍摄了白景锐的《新娘与我今天不回家》 在其中他饰演的角色欢脱俏皮 收到观众好评 这让他一度有小淘气之称 也为他渐渐打开了市场 提高了知名度 真真让他红极一时的是与谢先合作的提赢 真真凭借此片获得了《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 但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远不止 穷瑶阿姨相中了真真的气质 随后穷瑶 女主大多都是真真 她可谓是第一代穷女朗络 她是采云飞里的孪生姐妹 也是新有情人节礼的护士江雨薇 她是《海鸥飞处》里的多变女人 也是《一脸幽梦》里的骄傲女人汪子凌 这时候堪称是她的事业巅峰 影响力一度扩散到东南亚一带 她究竟有多红呢 在那个时代只要真真主演的电影 还没开拍 版权就已经卖出 投资绝对能收回 可以说真真这张名片就是电影公司的摇钱树 七十年代除了是真真的顶峰 还是所谓的二秦二龄时代 也就是秦汉 秦祥林 林凤娇和林庆霞四人 可秦汉 秦祥林只是她的点缀 那时候她的男主角是邓光荣和谢贤的人 就连已经声名雀起的林青霞都把真真视为自己的偶像 著名导演侯孝贤说过真真是天生的明星 种种角色她都拿捏得住 可塑性极强 要知道能够出演穷摇女主 这外貌是先行条件 可见真真的美有多出众 她实在太美了 有人说她美得没有一丝血气 在那个没有美颜的年代 她的各个角度都能扛得住摄影机的女人 怎么拍都是美人一枚 可惜70年代末 80年代初 真真和第二任丈夫选择前去美国发展 因而错过了再创巅峰的机会 几年后她才重返影坛拍戏 2013年她终于拿到了属于她的金马奖 终身陈旧奖 一代穷摇女郎再次惊艳世人 相较于事业的大活成功 她的感情生活却极其狗血 看比穷摇戏 真真年仅16岁时 无意间走入了音乐教父刘家昌的心里 彼时刘家昌在演总会助唱 刚好遇见了真真就一见轻了心 后来每年的圣诞节 刘家昌都会邀请真真和她的父母一起出去 等到就剩两人时 她什么话也不说 真真的性格很万熟 她不知道这是刘家昌在追她 一次刘家昌送真真拍戏 也什么都没说 等到第二天 刘家昌给真真送去了一句歌词 轻声一叹 叹不尽伤感 真真有点摸不着头脑 这是想让她歌唱吗 随即就让那张只柔成团人了 一段感情里不能承受两个慢热的人 要不然短时间内驻地无果 1971年真真和谢贤合作拍摄 一脸幽梦 谢贤对真真动了心 立即展开热烈的追求 与刘家昌的沉默无言不通 谢贤的追求方式是炙烈的 她还会说很多甜言蜜语 没多长时间 真真就沦陷在了她的甜蜜公式之下 但这段感情遭到了真真家人的反对 谢贤一看就是风流性子不靠谱 可真真又不愿意放弃谢贤 所以一向听话的她 背着家里人做了个重大的决定 有一次要趁着母亲出外景时 偷偷和谢贤领证结婚了 真真的母亲气得不行 却没有办法只好由她去 正当红的二人不知道领证签字之后会被公布 所以这件事情就曝光在了众人面前 也给真真惹了一个大麻烦 结婚三个月后 真真要去台湾拍戏 在这里遇见了麻烦刘家昌 她知道真真结婚后也不死心 大概追求风格 利用自己的人脉 四处宣扬真真是她的 比如真真拍戏时 有人就会说 刘导问你好 有时还会以别人的名义打电话 后来真真出现在哪 刘家昌就出现在哪 这事不知道怎么就被谢贤知道了 谢贤当即对真真说 你回香港来 可真真当时已经跟片方都签约好了 这戏不能不拍啊 于是她拒绝了 反而邀请谢贤过去 谢贤执意让她回香港 甚至撂下一句话 要是不回来就离婚吧 真真也是一个倔强的性子 她竟然答应了 等到拍戏结束后 她回到家里只拿了两个皮箱就走了 本来很潇洒 等到她上飞机的时候 眼泪还是不争气的流了下来 真真后来才知道 谢贤也哭了很久 也许是两人还是相爱的吧 只是当时的他们 谁也没有放下面子 服个软 二人离婚后 刘家畅的追求也终于感动了真真 他们开始交往 没多长时间就结婚了 十年三十岁的真真 也算是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 和刘家畅一起前去美国发展 与此同时 谢贤也另去了迪伯拉 生下了谢霆锋兄妹 这二人也是各有前程 事情到这里 其实也算是完美的 但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真真和刘家畅的婚后生活 并不幸福 因为刘家畅染上了赌博的喜欢 而且肚子越玩越大 如果刘家畅是富家子弟 那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关键两人的生活 经不起如此挥霍 再加上真真用了孩子 他不能再任由 刘家畅如此堵下去 所以他特别果断地 要和刘家畅划清界限 在1987年选择与他离婚 只是这件事情 并没有向外宣布 在外界看来 两人时常带着儿子一起吃饭 出席活动 像是一家人 但这一切都是演出来的 夫妻二人早就没有了什么感情 真正让两人彻底决裂的是 刘家畅做的另一件事情 2015年 刘家畅为了争家产 将离婚仪式闹上法庭 真真才说 两人早在1987年就已经离婚 但刘家畅的这一举动 彻底伤到了真真 他真的是连最后的体面 都没有留给他 两人之间究竟谁对谁错 我们不得而知 但刘子谦的心 显然是更偏向妈妈 他目前已经改根妈妈性 新名为张立衡 在鲁豫有约一日中 鲁豫问了真真 后悔与谢贤离婚吗 和后悔选择第二段婚姻吗 两个问题 真真两个答案是 后悔可意义却不同 前者是后悔离开 后者则是后悔在一起 大概真真爱的人 还是初恋谢贤吧 一提到他 真真整个人都是笑盈盈的 提到前夫刘家昌 眼里净是泪水 真真说到 他的人生有四次做自己 一次是和谢贤结婚 一次是和谢贤离婚 一次是和刘家昌结婚 一次是和刘家昌离婚 由此观之 这两个男人在他的人生里 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纵观情缘 聚了又散 真真却始终向往 自由的一代育女 这些年 他办影展写新书 一个人的生活 过得有滋有味 2019年 在真真的新书发布会上 谢贤现身支持他 还对他说 我永远爱你 真真也做了甜蜜的回应 两人盈盈有复合的架势 但真真做手术时 身旁却只有儿子作伴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自己的病情 这其中包括谢贤 如今他们都不再年轻 这段感情去向也沉迷 真真把自己更多的经历 放在儿子身上 幸好岁月从不败美人 真真的美真 亮影 都留在了人们心上 不管怎么样 希望真真保重身体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会持久运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 呢